分享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 王爷们好 亲生们好 我是印尼小松 哎呀 这个两位忠实粉丝啊 今天带他们两位我们自驾游去巴厘岛 哇 现在在路上了啊 大家看 今天啊 又是特别两块儿啊 两位忠实粉丝来的时候就电闪雷鸣了啊 现在你看 又是乌云密雾 旁边就是亚万高铁 哇 看看 路况非常好啊 我们今天啊 打算先到这个著名的钟扎哇的啊 就郑河第一站 到印尼第一站啊 叫三宝龙啊 我们打算先去那儿啊 因为自驾游去巴厘岛大概有1000多公里呢 所以大概第三天啊 能到巴厘岛 好了 希望这个一路平安 孩子都睡着了 我爸 我爸这儿 累不累啊 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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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 晚上才能到 到了这个高速休息站啊 咱们喝点茶 来吧 来吧 好 慢慢喝啊 热啊 热啊 来吧 给孩子们买点吃的啊 还有我爸呢 这个呃 刚才吃这边的特侧小汁 Sodoyam他吃的不太习惯啊 所以现在给他买点粥啊 正好这个店 又卖这种Marda Bug 啊 我们来看一看啊 好了 这个是这个奶糕啊 谢谢 前面是这个他在做这个饼啊 最后的蛋糕就这种啊 人家在吃 今天开了大概从我们是11点多快12点出发的啊现在都9点多哎呦那开了 我 开了8个多小时 因为在那个高速休息站休息了吃个饭 一个多小时可能差不多吧 可能开车开了 7个小时左右吧 啊然后晚上呃就是 7点左右吧然后这个下雨路上所以慢慢开吧 因为车里边都装满人了 小松也不敢快开啊大概就七十七八十麦左右 好了反正到了明天呢我们就去 三宝宫啊就是郑河那里有一个纪念他的这个一个 地方啊纪念郑河的地方 叫三宝宫 带我 帮我妈看看 然后 再去著名的旅游景点啊 就是婆罗 婆罗浮屠啊 大概就这么安排吧 这个饼很快就要熟了你看 来了 你看 哈哈哈 这鸡鸡饼 跟煎饼差不多了 你看 这个是黄油butter 孩子们吃啊一半奶酪一半巧克力 巧克力花生啊 还有 芝麻 非常香 这个热量很高啊 你看这个饼它是热的正好正好把这黄油附进去啊 增加的这种香味啊 从这来一刀把它分开 这个是奶酪 你看 一半奶酪一半巧克力的啊 花生巧克力的 哇这没少给啊 试试看小峰真的猜这个 没少给啊 你看这个没少给 孩子没爱吃 像这么一块饼大概也就是和人民币 30块钱左右吧 哇这巧克力真多呀 就是一个字甜啊 这是花生碎 翻到 翻到 你看这是芝麻 哇还有这种牛奶 线牛奶 领养价值非常高啊 这不能常常吃的 容易胖 哇 最后 还得来 再来一点儿红油 过来这个表面点 生香啊 哇 切 刀工啊 一半一半 蛮大的 哇 这个 我们里面里装 这个里泡 三十来块钱 三十块钱 哇 不浪费 可以割里面 钱啊 这也没割到钱 这好了 满足 哇厉害厉害 赶索喔 很干净喔 谢谢喔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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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 heft 黑 ABSN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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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